这群苏联女兵正在湖中洗澡 战争下片刻的宁静 让他们格外的兴奋 但危险已经悄悄降临 湖对面的德军狙击手透过八倍镜 已经瞄准了他们 狙击手嘴里咬着火柴测试风速 然后果断开枪 为了引诱出苏军狙击手斯墨西 德军深入敌后 击杀了六名手无寸体的女兵 看到女兵尸体的斯墨西怒气冲天 随即派出大量士兵四处搜查 但狡猾的德军立即换上苏军的衣服 伪装成苏联士兵 趁苏军全部外出开始偷家 在接近守卫之后 德军果断出手 很快德军就干掉所有守卫 等到斯墨西返回营地 只看见满地的尸体 斯墨西立即集合狙击小队 顺着德军留下的痕迹追了上去 很快双方就在树林遭遇 展开了一场殊死活动 双方士兵都使出了毕生所学 最终苏军全部阵亡 德军也只有塞德一人活了下来 挟持了一名苏联女军官 准备划船逃跑 就在塞德以为成功逃脱 准备解决眼前这个女兵的时候 这边斯墨西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她身受重伤 强忍巨疼爬到高处 举起枪瞄准了湖中的塞德 随着枪声响起 这场狙击手之间的大战落下帷幕 德军狙击手塞德被一枪击毙 至此影片结束 我是君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